新北市今天新增十三例確診案例 其中十一個人跟臺北市有關 更有一例個案 是因為在北捷上班染疫 回家傳給了六名家人 新北市長侯友宜表示 新北市要跟臺北市區域聯防 才能夠有效控制感染源 針對部分景區 今天出現了民眾聚集 侯友宜認為 如果違解封之後 戶外的景區達不到防疫規定 還是會在關閉 一早微風信義進行環境清消 因為電子用品專櫃有員工確診 該樓層停業三天 確診員工住在新北三峽 十號新北市新增十三例確診 十一例與臺北市有關 還包括一例與北農相關 更有一例家住新莊 在臺北職場染疫後 回家再傳給六家人 累積七例確診 指揮中心證實 這名確診者在北捷擔任 清潔人員 平時在南京三明站 擦拭電幅梯等 目前感染源不明 中央宣布微解封戶外景點將逐步開放 博士長侯友宜指出十號包括龜吼共僚碧壇 等景區人潮聚集 他說微解封之後萬一達不到防疫規定 不排除再封 侯友宜舉難談荷蘭為例 強調這些國家微解封或解封後確診 暴增疫情急速攀升 只能重新加嚴管制 要引以為戒 面對指揮中心宣布開放室內用餐等解禁措施 地方政府紛紛不跟進 新北市呼籲中央應好好思考 承擔這件事 我們很擔心部長喪失了公信力 因為你是我們的最高指揮官 當你喪失了公信力 我們未來所有防疫的指令 會令出不行 不僅民眾不買單 各都的縣市政府幾乎都不跟進 您知道嗎 這是一個很大的危機 大家覺得中央的這個指令 針對社區篩檢 新北市篩檢 近十七萬八千人 目前陽性率零點七趴 九號又篩出兩個陽性個案 侯市長呼籲市民繼續配合 來找出隱形傳播鏈 記者 林志堅 臺北報導